今天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 大家看世界四大制造国的比例 美国 日本 德国 中国 你看中国 由世界制造业2% 2009年上升到占世界制造业18% 中国的上升的红线 以美国下降的黑线相交 各占世界制造业18% 然后我们继续上升 美国人继续下降 2016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26.7% 世界第一 2025中国制造业将占全球比重40%到45% 所以人民大学的金采荣教授讲句话 他到了2030年 事业上只有两个制造了 第一中国制造 第二外国制造 就没有了 就这两家了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织 中国是事业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费率中 全部工业门内的国家 包括39个大类 191个中类 525个小类 形成门类期限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唯一的 而且中国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人口红利过去了 我们工程师红利到来了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理工毕业人才 美国国家科学院报道 44%中国大学生主求自然科学工程学 美国只有16% 考虑到中国人口是美国四倍 这一趋势将来十分可怕 美国的16%中大量还是华裔 很麻烦的事就在这 奥巴马也反过制造业 特朗普也反过制造业 怎么返回 白领工程师 蓝领工人在哪里 你到哪儿去找去 非常麻烦 你看中国 你看长州 长州工业技术学院 开了什么专业 顿购专业 学生很热门哪 还没毕业都被人耀光了 顿购本来是德国人的 现在顿购 我们技术比德国还好 我们早得比德国口径还要打 绝境速度还要快 德国所有顿都打完了 无动可打了 顿购到头了 我们还有多少城市地铁 高铁 高速公路要大洞啊 中国这个市场迁移 太危惧了 英国威尔什号航母 最后建造 到了重型塔台调装的地步了 一千吨以上的门钓 百分之百产自中国 当然得从中国进口 进口之后命名为戈利亚号 圣经上的巨人 英国重型塔台刚刚调装完毕 被等在旁边的印度人买走了 印度的航母在港口里趴了十年 好几次下水都没下城 现在也到了重型塔台调装的时候了 印度知道一千吨以上门钓都在中国 不愿到中国来买 印度人很自信也很自尊 印度人经常说 听说他们发展得不错 现在快追上我们了 他们还挺着急 跑到英国去买的 英国告诉他 这是中国的二手的卖给你了 印度人说反正不管 我从宗主我 英国买来的 不是从中国买的 就算心安理得了 奥巴马也出这个洋相 2013年 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演讲 鼓励各种资本进入制造业 重塑美国制造业辉煌 但挺不幸的 一阵风吹来 反面美国国旗给吹掉了 露出了上海振华中工的标识 所有中国的重型装备的标识 都被美国国旗给贴住了 但港口风大 一阵风吹来吹掉了 露出上海振华中工 上海港鸡振华中工 美国媒体说 这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美国总统在中国重型装备之下 呼唤恢复美国制造业 前不久日本还陈了一架 一架F35栽到海里去了 然后空中警戒 水面警戒 水下警戒 严防中国俄罗斯 窃取F35的技术 警戒到最后半天 最后打捞你怎么办 还得雇用中国制造的深海打捞船呢 没办法捞不起来呀 我们这条船是给新加坡建造的 新加坡租给马来西亚 美国也从马来西亚租过去 反正不提了 我从马来西亚租来的 我这是中国今天的经济势力 我们的发展走到了这一步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 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高端指导门类的比较 日本没有民航客机 没有互联网 没有通讯设备 而且没有卫星导航 没有无人机等等 德国没有芯片 没有航空发动机 没有液晶面板 没有笔本电脑 没有智能手机 也没有航天工业 也没有卫星导航 美国没有高铁 没有民运船舶 没有业晶面板 然后中国 什么都有 什么都能裹导出来 就我们急需要提高自己的质量 这是个大问题 但是中国齐倍 而中国经济是这齐倍 美国人觉得 你现在干什么呢 你看华为 为什么全球打压华为 美国为什么收拾华为 我经常讲 美国不会收拾腾讯 不会收拾阿里 因为你是在美国基础 架构之上的上层应用 没关系 我不好基础架构 你上层应用就行了 我基础一撤 你全打抬 华为在搞基础架构 这不行 这东西是我们的 你们就是APP 你们在上面好好的玩 底的东西不要弄 华为再弄底层 这是美国非常愤怒的事情 所以全力以赴 就今年4月3号 国家大楼 推出了5G生态系统的研究报告 里面讲 从4G向5G转变 将极大的影响全球通信网络的未来 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国王部的运作环节 你看我们一说5G 什么是5G 我们就觉得传输速力快去 下大片速度快去 玩游戏不卡了 然后万物互联 自动驾驶 但是我们都想了这个 你看美国人怎么想的 美国人说5G的真正潜力 是它对未来战争网络的影响 该网络会越来越多 包括大量更便宜 连接更多 更具弹性的系统 以便在不断变化 快速发展的战场中发挥重要作用 前不久 18架无人机 突兮 沙特 阿美石油公司 阿美石油公司的油产下降一半 国际油价涨幅20% 就18架无人机干的事 谁干的 今天还没搞清楚 5G只归成千上万架无人机 成千上万架无人舰艇 成千上万个机器人 什么样的场景 这太可怕了 美国人觉得 让中国人掌握这怎么得了 美国人替我们下了一把 中国的5G战略 应从中国共产党大战略来看 是习近平中国梦 和中国制造2025路线图的 重要组织部分 5G有可能将中国 从资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经济 转变为创新型经济体 5G是1840年以来 中国第一次在技术领域 获得一向领先 西方进入城墙 被华为公司撕开了个巨大的缺口 我没有充分的认识 国企纷纷要求推迟部署5G 没有准备好 就是今年4月3号 五角大楼这个报告 我看起了不小作用 6月6号 工信部直接对移动 联通 电信 广电 颁发5G商用牌照 都不是试运性牌照 直发商用牌照 原来一般试运性牌照 要两年三年以后 才是商业牌照了 工信部也着急了 直搬商业牌照 赶紧开始 7月10号华盛顿邮报的评论 特朗普面临着最肌肉的问题 就是如何阻止中国的华为和中兴 主导全球数字基础设施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 现今控制数字基础设施重要性 不亚于当年造出第一颗原子弹 你看美国人这5G的人士 你又能明白 他打压华为的决心从哪产生 大家能想到吗 今年5月15号 美国因中国一家民营企业华为 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全世界政治史和企业史上 有没有过这种先例 一个超级大国 因某一个国家的一家民营企业 宣布自己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而且总统 副总统 国家安全助理 国防部长 国务卿 走到哪儿就封杀华为 以是否购买华为的产品 变为美国与该国关系的试金史 迁作为由 国际企业史 政治史上迁作为由 中国实现了技术突破 中国对先进技术掌握 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了 你看今年4月29号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 斯因拉讲 以苏联的竞争 在某种程度上 是西方家庭内部的争斗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 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 我们很多人认为 中美之间是 国家利益的差别 也就是价值观的差别 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 什么价值观差别 我说美国人看是 人种差别了 我们看价值观差别了 当然我也觉得很奇怪 是什么 提出这个问题的斯因娜 他本人竟然是个黑人 新加坡的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一家 美国人需要问一问 他们对中国决起的反应 有多少原则冷静理性的分析 有多少原则对非白种文明的严重不识 马凯硕说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真正答案 因为理智与情感之间这种严重斗争 很可能现在正在潜意识深处展开 不是现在正在潜意识深处展开 是早就在潜意识深处展开了 只不过大家看得不太明显而已 你特朗普 去年八月号讲了 几乎每一个来美国的留学生都是间谍 人家讲说你说谁呢 就说中国呢 今年八月又开炮了 我们不需要中国 坦率地说 如果没有中国情报会好得多 特此命令 我们伟大美国公司 立即开始寻找中国之外的地下方案 包括将你们的公司带回美国 在美国生产你们的产品 脱欧 特朗普 中美脱欧坚定的提出者 实践者 不但特朗普 一个班底都是这样 但我说他班底是什么呢 班底问题太老了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71岁 贸易顾问纳瓦罗69岁 商务部长罗斯81岁 财政部长姆努欣年轻些56岁 经济顾问库德罗71岁 除了姆努欣是60后 其他全是30后40后 姆努欣60后主张以中国缓和 别打贸易战 打下去对谁都不理 30后40后全部主张干到底 60后要考虑未来 我们讲60后来日方长的考虑长远 30后40后 青春期都与冷战时间度过 都叫青春无悔 整个脑袋还留在50年代60年代的人 一批人主张美国今天的政治 我说呢 今天当然来势汹汹 全是30后40后 但我说呢 不用太长时间 你们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这个交班顺序 我们实在不敢恭维 60后交给40后 奥巴马61年生的 下台了 特朗普46年生的上台了 60后交给40后 这交班顺序 这算是民主的产物嘛 然后特朗普2020年 明年大选 民主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拜登 特朗普明年2020 74了 拜登 77啊 我说民主体制怎么搞的 你们民主怎么选举的 中美脱钩 我说你30后40后 你全部铁信脱钩 你脱得了吗 你怎么脱钩啊 美国第一大贸易货帮中国 中美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量16% 大陆 这是港澳台20% 美国贸易立国 接着讲 任何国家和地区 只要占美国贸易总量7% 这个国家与美国重大厉害相关 不进行节省的紧密的经济关系 而且要考虑政治合作和军事同盟了 共同捍卫双方重大力7% 我们混到20%了 政治同盟什么军事同盟不可能 但它极大监管双方可能发生了冲突 中国持有美国最高的国家 最大债主 你看我们平常都是 你说你跟谁过不去啊 你跟你最大债主过不去 我们有这样的吗 欠人钱很多 你跟人翻脸 整得跟人吵架 一吵架 我钱他那多钱呢 我展示还不上了 什么时候还 你就得挨一截子 你看美国今天 你跟你谁吵架呢 跟你债主在干 你脱钩 你怎么脱钩 中国锂电池生产 世界第一脱钩了 你手机电池怎么办 你自动驾驶怎么办 你机器人怎么办 你数字化部队电池怎么办 全都白扯了 怎么脱钩啊 中国的磁硬材料 世界第一 我们一个浙江恒电东磁集团 世界第一 一说浙江恒电 大家想起恒电影视集团 首次鬼子都在那排的 那就是东磁集团投资 建的恒电影视集团 其实大老板就是恒电东磁 世界第一 东磁到了老总 何时金 民营企业 也讲了 没有我们东磁 他苹果手机振动件 全抓下 所有手机振动件都刺激 不仅手机啊 空调呢 陀螺呢 定位仪呢 没有刺激 怎么弄 中国线纤维加工 占全面50% 这随便举举数字 你说怎么脱钩 所以你别喊特朗普的班子 决心很大 没法实施 美国人这点也知道 不能脱钩 美国前驻华公使 傅里面讲 美国每年有65万 从事科学工程技术的 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 其中很大部分是中国人 若排挤他们 美国将损失大量科技人才 预计到2025年 中国拥有的熟练技术工人数量 将超过金河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总和 若以中国脱钩 意味着美国疏远的是事业上科学家 技术专家 工程师和数学家 数量最多的国家 若切断美中科技交流 以其说会阻碍中国科技进步 不如说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 对谁有利呀 美国这批明白人看得非常清楚 过去他们印象什么呢 华人是开餐馆的 华人是做苦力的 华人就聚在唐人街 他们都这印象 今天什么印象 今天傅里面讲 美国正在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 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 中国不想跟你干 都想双赢 你逼他 逼到最后 他把你逼成一个 无法战胜的对手 我说你看我们难道不是这样 预言我们倒台的人比比皆是 2000年美国华人张家敦 中国即将崩溃 2015美国学者神大美 即将到来中国崩溃 一片唱衰 但我们就是不崩溃 我们发展得比谁都还快 北大林一夫教授讲 这叫中国经济之谜 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发展 林一夫说 全世界包括中国外国 没有一个经济学者 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力 他跑的姿态不太漂亮 亮亮墙墙的 跌跌撞撞的 眼看就要摔倒 他就不摔倒 比那些政经微步的人还要快 怎么回事 搞不清楚 林一夫说是 这本身就是诺贝尔经济学讲的题目 当然我说也并非所有人没有人破解的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讲了抗日战争 但我觉得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也是有用的 毛泽东讲 战争的伪力是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主 原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是这么复杂 真是涨知识了 你给你最大债主过不去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这道谜题 究竟应该怎样解读呢 这本身就是诺贝尔经济学讲的题目 又是哪两个人 让金将军赞过学口 最佩服两个企业家 中国经济何时才能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咱们继续听吧 你喊中国 中国民间这个活力 中国人这种勤奋 这种刻骨 这种钻研 这种物性 世界无人可比 中国人是既为过去 也为未来活着的人 为过去要养老 为未来 孩子不能出在起跑线上 所以大人猛劲加班 客户工作 西方就是什么 我就为今天活着 明天再说了 不管那么多了 你中国这种状态 最近 你看德国 9月23号 德国世界报里面报道讲 只要世界其他地方 出现新产品或新构想 中国立即有20支团队 致力于此 以便用更好的质量 和更优惠的价格 开展竞争 人们遇到的是一个 革命性的竞争者 以前所未有 你说 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 像任正非这样的人 有多好的运气 他是国家百千万工程吗 他是哪级政府重量 扶持他了 他都没有 生命力极其顽强 任正非1983年 转移到深圳 后勤服务基地 搞公司 做生意 老人说了 我就不会做生意 市场经济规律不知道 第一笔生意被人骗了 200多万 买彩电 对方协换跑跑 刚到公司给人亏了200多万 任正非被公司除名 老婆跟他离婚 老婆是公司高管 离婚 带着父亲母亲 弟弟妹妹 创建 集资两万一千元 创建华为公司 就在深圳一个传达室里 就是一个企业传达室里 白天老头三分之一 在前面传达诸多事务 后面华为公司在那办公 晚上就华为公司在那加班 就传达室 老人跟我讲最初创业 就几块万用表 一台试播器 你看最近接受德国媒体台房 从扛那个货物 老人说呢 没人帮啊 就自己扛啊 扛那些电子散件 帮着组装的 只能扛15米 20码 一都往上扛 因为视线能看见 我扛到前面都被别人偷了 怎么办 只能一堆就往上扛 15米一堆一堆就往前挪 好几件一人拿不走 就一个人背着往前 一件往前扛 那1987年88年就这么干 任正非43岁创业 把一个山寨公司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 在技术拓展 国际化拓展方面 技术创新 国际化拓展方面 国内首屈一指 这种企业发展速度 到全世界哪儿去找去 前所未有 当年90年代末 华为没有通行拍照 老人在全体大方上讲 华为的全体员工们 我们只有熊啾啾 气昂昂 跨过太平洋 只有到海外谋发展了 我2016年初 最后在深圳半天 参加华为的颁奖仪式 下午3点半颁奖 颁到晚上7点钟没有颁完 东南非事务部 西非事务部 南欧事务部 北欧事务部 俄罗斯事务部 荷兰事务部 墨西哥事务部 我这什么公司在那儿搬家 跟联合国一样 那最后海外服役 十年上员工搬家 老人还讲那话 阿富汗战乱时 我就看过员工 利比亚开战前两天 我在利比亚 我飞到亚拉克不到两天 利比亚就开战了 我若贪产怕死 何来让你们去英雄奋斗 美军空袭叙利亚 前年2017年4月10号 空袭叙利亚 103枚巡航导弹 突袭叙利亚 就那103枚巡航导弹 打击叙利亚的时候 任冷飞刚刚在 60小时以前飞离叙利亚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我现在正在贝鲁特 四级阳台喝咖啡呢 我说任总 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时间速度到第一线 经济学家徐晓年说 最佩服两个企业家 第一任冷飞 第二桃花笔 徐晓年讲呢 企业不一定非要高技术 不一定非要互联网家呀 你就把产品做到极致 你就是老大 桃花笔不就会凭老干妈吗 现在弄得凡有个华人地方就有老干妈 你和人家做到极致 桃花笔一个大字不识 年近半百创业 用十几年时间打造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创造了故事 创造了奇迹 创造了神话 当年谁看着他了 你这个老干妈就是办凉皮的调料啊 最后发现别人特别喜欢吃 开始做调料了 做调料没有广告 怎么办呢 也不懂得广告没文化嘛 做一瓶瓶的拧紧了 送卡车司机免费送你吃 卡车司机走到哪吃呢 比如说挺香的又挺香的 就是那个路上贵州的叫什么什么人做的 就卡车司机帮他把名声给养开了 我们有句话叫 当你弱小时敌人特别多 你弱小的时候才你人特别多 那反过来说呢 当你强大时朋友特别多 陶哈比当年创业多么弱小 欺负他的人太多了 你看陶哈比讲的话 我就要拼下去 哪怕面对个土匪 我都给你拼下去 你想把我杀掉 我就想把你杀掉 要拼才会赢 不拼就会输 陶哈比的理论 上不了我们NBA 延别 进不了哈佛案例 但这是中国企业家 扎扎实实在就这么拼杀出来的 我们不是按照哈佛案例 不是按照NBA NBA案例一个做出来 你看中国企业家怎么成长 徐耀年说 最佩服就任正非陶哈比 任正非见着了 没问题 到深圳 任正非会谈 还给华为讲课都搞过 就见不着陶哈比 陶哈比不见的 徐耀年最后也释然了 说我见陶哈比被拒绝了 后来得知他连省长市长都不见 只见村长 这才心理平衡 陶哈比就这样 你别跟我弄些云雾缭绕的虚东西 谁能给我解决问题我见谁 别人就算了 不见了 不探讨理论就实际 所以我说恩格斯那话 理论永远是灰色的 而实践之处长青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家创业实践太厉害了 理论没有概括出来 我们的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结合 否则离得太远 1980年深圳就是小渔村的 从保安那边过来 到今天成这样 世界城市建设的奇迹 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在这儿出现了 这张照片 就小平通知南巡讲话 1992年 小平通知南巡讲话 最后到了深圳 在罗湖口岸 山坡上看香港 小平通知最大的愿望 香港回归 能够探上香港土地 回去看一看 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回忆 当天小平通知 在看香港的时候 站在山坡上 天下着萌萌细雨 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说 我们谁都不敢上去 给小平通知打伞 怕干扰他的思路 小平通知站在 萌萌细雨中 呆呆地看香港 五分钟 六分钟 小平通知最大愿望 香港回归去看一看 后来没有实现 1997 七一回归 1997年2月份 小平通知去世 今天深圳的发展 已经回报 完全回报了 小平通知的期望 深圳建设 深圳建设总量 是香港的五百分之一 2018 深圳建设总量超香港 完全实现 这种发展速度 我说你看中央原来讲 越高大湾区的核心引擎 深圳了 原来越高大湾区核心引擎 是香港 后来是双引擎 香港和深圳 中央对深圳的希望 超越大湾区 勤为竞争力 创新力 影响力 着住了全球标杆城市 你看港珠澳大桥建设 就不接深圳 怕深圳超过 你不接怎么办 你不接你就能把深圳撇下来吗 照样不行 我觉得深圳的发展 就充分用自己的实力 向国内 向全世界 展示这种城市的活力 这种创新力 它的生命力 1977年 当时广东省委书记 齐仲勋书记 就讲了句话 面对逃港风潮 他讲了句话 要把我们内地建设更好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齐仲勋也看不见了 确实了 我们今天正在世界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你看看将来 就这种竞争 互联网上有这么句话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 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不过没有什么 中国的未来不会由他们创造 未来是劳动 是汗水 是创业创造的 研发创业创造的 这就是今天 我们在创业 我们核心 中国人今天只有精神状态 任正非讲的话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华为的电信技术 领先美国斯科ATD三年左右 领先艾雷辛诺基亚五年左右 老人说 我们今天华为真正危险到了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我们过去跟着别人跑 他跑哪 我跑哪 今天我前面没人了 他们跟着我们跑 我们该往哪里跑 华为真正危机 我说你看我们在今天 基于危机的并存 我们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中华民族百年久亡 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 1840到1949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很多从广州发迹的 你林泽虚的鸦片禁言 洪秀泉的太平天国 曾左里的杨如自强 康良的戊虚维新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毛泽东的西米族主义革命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就为这三个字 救出我